我來到新台灣的星光大大 馬英九總統競選連任 今天正式起跑 他派了18個年輕人 而且很多是中部跟南部的縣市議員 幫忙今天去領表 交了兩百萬 另外今天《中國時報》有內幕的報導 他說馬英九為什麼跑到彰化的國光石化那邊去呢 他說把主導錢搶回來 我們今天要好好來分析一下 另外呢 蔡英文昨天接受媒體的訪問 聽說我的歷練比馬英九跟蔡英文 比蘇貞昌還多還完整 他怎麼會這樣講呢 連主持人問他說 萬一呢 如果是蘇貞昌勝出 你要幫他浮潛 他也不明確回答 我們今天好好來討論一下 現在現場五位貴賓 等於是我們的資深媒體人 也是司法專家 劉一鴻劉大哥 大家好 還有胡忠信胡大哥 好趣的大家好 沈副雄沈醫師 大家好 還有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這位馬英國新聞處處長 吳醫生委員 大家好 還有輝文 大家好 馬英九今天正式起跑了 今天是年輕人 大家看一下畫面 18個年輕人今天到國民黨中央黨部去 幫他領表 幫他登記 裡面有很多重要的是什麼 中南部的縣市議員 讓他猛醫生起來 交了兩百萬 所以等於今天是正式起跑 而且兩個搶攻年輕族群 搶攻中南部的選票 對 當然這個是一個象徵的開跑的意義 不過這幾年來 這個馬總統 他其實在94年 第一次參選國民黨的黨內主席的時候 就開始啟動的就是跟年輕人結合 跟青年團結合 跟年輕的黨代表做結合 然後他97年上次第一次 他競選總統的時候打敗謝長廷那一次 基本上他在黨內的登記 也都是用今天這樣的一個模式 所以昨天這個模式 基本上今天這個模式 我覺得是很正常的 也延續這個馬英九先生 從一路台北市長以來 重視年輕人 重視新生世代 爭取年輕世代 對 不過這一次裡面 這18位的這個年輕的國民黨的 黨代表或的議員也好 他們有很多是來自中南部的 所以這更突顯出來這個時候 我們常常講說一個社會喊得越響亮的口號 越是那個社會所不足的 那現在 馬英九登記的時候 那找出很多重南部來的這個國民黨的年輕的議員 就代表說國民黨在重南部的確非常辛苦 需要加強 需要用心 沈醫師對雙記請 現在小英最主要是在爭年輕選票 手頭組嘛對不對 馬英九現在看年輕人在選 那個人對年輕人比較有吸引力 不是 台灣的選舉 不管哪一個層面 都是用盡花樣 不管是領表 登記 都響盡一些這個歇頭 來引起大家的注意 所以馬英九這個 當然有沒有加分 我認為是沒有 要不要扣分 我認為也不必 那這個其實領表是一件小事 就是一個人去領就好了 或者如果你有誠意的話 自己去領也無妨 那我現在覺得比較困惑的 就是馬英九跟蔡英文都強調 他們要的是年輕世代 我就覺得我這個二年級生 這個票不曉得要投給誰 不只這兩個有問題 現在蘇貞昌對外也講 說他的幕僚單位 是包括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七年級 二年級的也沒有了 所以我這次完全是失落的一群 所以我說在選舉的人 一堂票都要抵 那不是 那真的年輕的票真的很重要 我覺得這個就是花樣耍過頭了 根本不需要這樣 因為我覺得會當選不會當選 不在乎這種花拳繡腿的作秀 胡大哥最重要就是內容嘛 那馬英九除了今天高兩百萬 正式登記領表之外 這年看他動作就很大啊 昨天你看一聲令一下 昨天的這個奢侈稅 兩個小時就過啦 搞不好六月一號就要開始啦 今天還有內幕消息耶 國光石化他把主導錢蒸回來 聯繫兩個很大的一個動作 明星人手頭族要 英法族也要啦 很多你看我們台灣人一百歲 越來越多一百歲不必去啦 所以我想這個可能在做論述 我想兩黨都要更小心 其實今天整個形勢是 如果中廣的民調是能反映 目前的狀況那是五五波了 就是藍綠五五波 所以這時候設定議題的確是非常重要 因為大選就設定議題 那馬總統因為在大法官的人選 事實上十分非常嚴重 但是好像也因禍得福啦 因為這個林士賢先生在這個 彰化縣的抗爭 吐槌 所以反而救了馬英九 至少這個形式上 那馬總統也知道說 設定議題是多麼重要 其實我說有幾個關鍵制嘛 兩岸 民生物價 環保 包括貧富差距 這幾個關鍵議題都是要不斷的設定 所以奢侈稅也把 或國光石化啦 或這個大臣的勢力都是 但是顯然的 我們旁觀者看了 攻守形勢不一樣 攻方在民進黨 守方在國民黨 而且我覺得不只手投足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去年五都選舉 投票率大約七成多吧 到總統大選的將近八成 還有150到170萬票 這是未定的 我想在一年後 如果提早的話 甚至明年一月啦 那這150到170是關鍵選民的 除了 當然要 顧到 銀髮族 手頭都要顧到 但這個 我覺得是150到170 沒有投票 隱性選民 那才是關鍵 換句話說這種情況下 誰換錯少 誰給大家希望 我覺得中南部的確是個問題 你看這個貧富差距 資訊的差距 造成現在至少五度顯示 是6比4民進黨對國民黨 所以這個議題上 到目前為止 馬總統的連任絕對沒有樂觀理由 歐巴馬剛宣布要繳著連任 他民調五成 小布希 柯林頓都還不到五成 換句話說 五成是最起碼標準 到美台不一樣 但是馬總統目前的民調是不到四成 如果比較美國總統連任不到五成 其實並不是那麼樂觀 四成是沒有樂觀理由的 所以馬英九要講是緊張 不是今天是登記第一天 他就去領表 兩百萬就交了 那另外你看昨天動作那麼大 昨天那個奢侈稅馬上就夠了 今天講連國光實話 他都要主導了 本來就應該這樣子 馬英九我是認為說 既然人家說你什麼沒有破例 你就展現破例 就是要快做決斷 不管國光實話也是這樣 也是要快 你假如認定說 當然他現在不能說 我一定要移到國外 但是神大佬的推測 我是贊同的 國光大概不會蓋這個髒話 也是會蓋到國外 國外當然是照目前的看法 馬來西亞的情況 當然是比沙烏地阿拉伯強多了 那印尼跟馬來西亞都有 印尼 馬來西亞都有可能 但是他程序要走完 所以他就是環平 環平如果過了呢 環平如果過了你也不蓋 那環平不過 你就移到國外 國光當然是這樣子 但是你要做決斷 不要拖拖拉拉 因為你一定是站在第一線 那至於你去 今天你去領表 找一些人來 當然記者 你說馬英九去領表 記者能不寫嗎 記者寫就是說 馬英九今天來領表 怎麼寫 總是有幾個人用一些議題 然後寫啊 重視中南部 找一些年輕人 那個新聞才起碼寫個上五百字 那個標題才下得去啊 要不然就 連標題都沒有了 那一欄題怎麼弄啊 對不對 所以神大老講 我也同意發權秀腿 但是大家都發權秀腿 你也要發權秀腿一下 這個是必然的嘛 難道說馬英九 以現任總統之尊 然後自己去 一個人去 去那邊領表 交兩百萬 那也未免 人家就太可憐了 太可憐了 我是覺得